这就是电力黑客的无线行动充电座 把电力黑客的这个5000mAh的行动电源放上去 它就会自己开始充电了 在桌上把它放上去 临时要出门 你只要直接拿起你的手机 MagSafe的行动电源也会跟着你一起出门 让你充电不间断 几年前苹果发表MagSafe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我并不认为 MagSafe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功能 但是过了一两年 我发现我身边的周边 有很多都已经是MagSafe的产品了 比如说手机壳 手机座 车用座 还有行动电源 特别是行动电源 我一定会选有MagSafe的 像这一款行动电源就是怪兽雪雾 他们推出的电力黑客三合一行动充电座 为什么叫行动充电座呢 因为它就是一个把行动电源跟无线充电座 结合在一起的产品 它可以单独是充电座 可以帮你的手机 手表 耳机 行动电源充电 单独的把这一颗拿出来 它就变成一个有MagSafe 磁吸功能的行动电源 让你直接吸在手机后面 带出门 就可以随时的充电 吸上去 不用另外再加一条线 只要轻轻一按 它就会开始帮你的手机充电 不用加线 不用拖泥带水 而且它的充电可以最高到15瓦 15瓦的充电已经不算慢了 那这一颗呢 就是电力黑客的5000mAh MagSafe行动电源 你看薄薄的 这么薄一颗 因为它支援MagSafe的功能 所以它可以吸在iPhone 12以后的iPhone 或者是支援MagSafe的手机壳 又或者你可以用它水振的那一个MagSafe的贴片 来贴在你的手机上面 当然如果你要无线充电的话 你的手机必须要有无线充电的功能 这颗5000mAh的行动电源 手感真的蛮不错的 非常的薄 电池上面也有电源的指示灯 两面都有 非常的贴心 那当你在充电的时候 旁边这个闪电也会跟着闪烁 天力黑客的这个5000mAh的电源上面 也有一个Type-C的接口 这个Type-C的接口 可以用来帮没有无线充电的手机充电 当然这个Type-C的接口 也可以拿来帮自己充电 但是通常我不会这么做 因为它有自己的一个专属的充电底座 这就是电力黑客的无线行动充电座 把电力黑客的这个5000mAh的行动电源放上去 它就会自己开始充电了 光电力帮它旁边都会亮起光芒来 让你知道它现在正在工作 而且在这个状态下呢 它也变成了一个MagSafe的无线手机充电座 在桌上把它放上去 这个就是它的专属底座 放进去之后就会开始充电 而且45度角的设计 不管你是要追剧或者是直播都很方便 它也可以横着放 一样可以充电 那如果你充电到一半 临时要出门 你只要直接拿起你的手机 MagSafe的行动电源也会跟着你一起出门 让你充电不间断 所以你在家里的时候就不用纠结 你到底是要先充手机 还是要先充行动电源 甚至你都可以充电充到一半 去做别的事情 你的手机还是继续在充电的 那在无线充电的这个模式的时候 行动充电座 它会优先的帮手机充电 手机充完才充后面的行动电源 那当手机跟行动电源的电都充满的时候 它就会绕过这两个东西 直接用这个无线充电的线圈 来帮你的手机供电 所以你就这样把它放着 你不用担心它的电池会因此老化 那充电座的后方有一个平台的设计 把你的智慧型手表 比如说Apple Watch 放在这个地方它就可以变成一个 你的Apple Watch的充电平台 在后面的下方这边还有一个平台 有一个小闪电这个地方 没有错就是帮你的蓝牙耳机充电的地方了 这就是这一组电力黑客厉害的地方 只要一组电源 一个地方一个动作就可以完成你的耳机手表手机行动电源的充电 而这一组电力黑客三合一行动充电座 还有一个值得我推荐的地方 那就是它的价格 包含三合一的底座 包含5000毫安时的MagSafe行动电源 还送你一个MagSafe的贴片 这样全部的加起来只要1000多块 你知道你单独买一个MagSafe的5000毫安时的行动电源都要1000多块了 那电力黑客这一组同时充手机、手表、耳机、行动电源 让你室内充到室外充电不间断 这样的价格才2000块不到 如果你觉得它的5000毫安时不够用的话 他们其实还有一个1万毫安时的可以让你加价够募 如果你也对这个商品有兴趣的话呢 我会把怪兽选物电力黑客三合一行动充电座的连结 放在影片资讯栏的下方 我是波兰恩我们下次见